跟随高雄的呼吸 聆听港湾的声音 潮生希望的远航 潮流大海的美丽 高雄光波电台 永远陪伴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 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 大家午安 又到了每周五的下午 我们一起在空中达乘渡轮 今天呢我们渡轮要走一个时光旅游 那又到了我们每月的特别企划 今天的企划呢是 城市公事馆 高雄说故事 今天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中山大学USR计划的专案经理瑞军 还有中山大学社会系三年级的同学佩萱 哈喽 你们好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 沿城区过去的历史故事 但是不是很乏味的 是很好玩 好吃好玩的历史故事 对 是跟长明有关 十一住行娱乐相关的故事 是 会从 其实严城区现在也很热闹 但是他其实从很早很早古早时代 就是这么热闹了 对 因为当时日治时期的时候 就是开港嘛 所以说哈马兴跟严城是主要的一个港口 那之后在二战后期 美军轰炸完之后 就协助台湾可以重建港区 所以那时候严城就变成了 美国他们就是主要的后勤的港口 所以严城区后来就会有很多美军的一个足迹 哦 所以那个时间点的严城区是 比较多都是军舰停靠吗 高雄港这边 对 其实他们就是 我们可以知道第七舰队 他们有来协防台湾嘛 所以他们可能会做一个后期的补给以外 后来在越战开始之后 会有他们的度假的一个行程 就是他们在战场上面需要一个修复的时间 然后他们就会来到高雄港做停靠 然后就会在这边度过他们的假期之后 再返回战场 所以他们把高雄当作度假的地方 对 因为当时其实是有不同的国家 像菲律宾啊 日本啊等等都会有 那其中台湾就是海军的部分就是在高雄 那所以当时他们其实停靠 不是真正在我们的码头做停靠 因为他们大型的船舰太大了 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其实是我们的三板船 就是来往高雄跟骑津过去的三板船 做他们的接应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银水人的船 那个交通接驳船 去外海把这些人接进来 是 没错 那当时就会很有趣 就是三板船的船夫 就会在他们的船舰旁边停靠 等待他们就是做生意这样子 海上计程车的概念 没错 是 所以说 严程区也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美军 移房或者是变成一个度假的基地 然后说严程区才有这么多的国际化的 这是餐厅跟酒吧吗 没错 其实当时因为他们其实到了高雄之后 是有一定的一个行动范围的 他们是没有办法到非常远的一个区域 因为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必须回到船上 他们不能够留宿在高雄 对 所以因此高雄没有这么蓬勃的饭店业 也是有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下来也大多是有酒吧 然后餐厅这些等等的需求 所以也有俱乐部在七前三路跟二路的这个交叉口 在那边 是美军俱乐部 对 他们是专门是 就是美国他们建的一个水冰俱乐部 专门是给美国人进去里面做消费 所以一般台湾人是不能进到里面的 这个现在还在吗 现在不在了 就是他的旧址是不存在 不过在左营的海光俱乐部还存在 只是他们现在变成国军的一个俱乐部 对对对 海光那个我相信应该不少高雄人都有去过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一段开始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店家 跟很传统的这些店家 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台湾人自己土生土长的店家 没想到是因为从美军开始的 对 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西式的饮食 这些其实都是过去在跟他们互动过程中留下来的 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像新国际西餐厅现在在民生二路那边 他其实过去是第一家高雄的西餐厅 那他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美军到了西闲三路 所以他们的就是家人就是想说可以卖一下西式的餐点 然后就可以提供这些美军跟高官做享用 其实当时他们是提供给高官是因为价格非常的高 对 当时他们可能一克牛排要四十块美 四十块钱 可是阳春面只要三块钱 所以对一般长民来说是没有办法消费的起 对 一般百姓吃不起 对 其实包含他们的那个水冰都没有办法消费的了 所以对高雄人来说这是我们高雄的初次接触美国文化吗 对 算是 因为在过去的话还没有真的对外开放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讯息 而且我们之前在日本的统治时期 所以美军是没有办法进到台湾去做宣传或者是推广 所以才会在1950年代二战之后 才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长民互动 是 所以说对耶 新国际好像也是那个年代 就我们爸爸妈妈在更早一点的那个年代 开始的西餐厅 没错 那对于高雄人那个年代的高雄人来说 接触这些美国的文化 有没有造成什么样心态上面的冲击啊 其实当时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保守的状态 所以说开始要有酒吧 或者是有巴女儿出现的时候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文化的冲击 那可是久而久之像比如说小孩子他们见到美军 好像久了就会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的同学其实有时候也会有混血儿的出现 哦 对 所以他们就是从小就可能开始学会 比如说英文的money 是 因为他们可能会要跟他做生意 对 所以就是会开始耳濡目染这一些相关的 然后像当时的面包西式面包 其实是没有出现在大家的眼中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也没有面粉 那他们是后来因为美军推广了美元的面粉之后 才开始有了西式的面包 所以我们现在大街小巷很频繁吃得到的这些西式的面包 也是在美军大概是1950年代这个时候开始 跟高雄有了初次的接触 其实过去我们也有日本人可能会带进来 但是这已经是二手的了 然后可能会转变成日式的面包或者是点心 所以说真正跟美军就是互动或者是美国的面粉的话 是从这时候开始 高雄跟美国的第一次接触 好 那这段历史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美军跟台湾人之间开始留下了一些 擦出了一些火花来 然后这些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店家 就变成了有点像是后代子孙这样子 对 其实他们有的都传了第三代了 所以其实是留存蛮久的 像新国际他们到现在已经快60年了 然后百乐冰淇淋在棒球场旁边那家 他也是将近60年 百乐冰淇淋跟美军也有关系 对 其实大家不知道百乐冰淇淋是过去柳泽生空军 他在台北建造 他跟美军技师合作 然后机台是由美国进口组装 那他在南部的分店是由他 原本原先是从他弟弟手中 然后再转给现在的老板 那现在老板娘已经做了超过60年 他也持续的还在用当时的机器来制作 这台机器很耐用耶 没错 以前的都是白铁的非常的扎实 1950年代现在是2020年 所以这台机器已经撑了70年 是阿公级的机器 对 是阿公级的机器 没错 百乐冰淇淋对高雄人 父母辈的高雄人 其实很有记忆点 对 那老板有跟我们分享 他说以前要考100分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表现才可以进来 那如果没有特殊表现 只能在橱窗外面干凳点 告诉自己要认真念书 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所以他就说其实以前来到百乐 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 真的耶 现在的高雄人不太知道百乐冰淇淋 对 好可惜喔 对 可是如果说是在 比如说40几岁的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会觉得小时候就是一定要吃到百乐冰淇淋的 比如说雪人冰或者是他们的雪球 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原来百乐冰淇淋是很道地的美式口味 是 他们到现在他们的香蕉船跟雪人冰都还维持当时的原料 跟造型完全都没有变 好复古喔 是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对 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其实跟我们现在市面上 跟百货公司里面那些专柜吃起来的味道真的不一样 对 非常的有趣 对 然后这个你走进这个店里 你就大概可以觉得你回到了以前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 对 像是那个美国女孩这部电影上市的时候 他们也是进到就是这样子的美式冰淇淋店 非常的就是怀念 那所以百乐现在维持着这样子的装潢 也是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体会 是 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跟大家讲更多 关于美军在高雄留下的这些蛛丝马迹 跟随高雄的呼吸 聆听港湾的声音 朝向希望的远航 朝阳大海的美丽 高雄光卧电台 永远陪伴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 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一段是 美丽时光高雄网美的日常 但是这个网美不是 网路上很美的这些网美 是过往我们跟美军 跟台美关系的这一段美 对 所以这个美丽时光 也是指在台美互动的这一段 在高雄留下了很多 到现在都还留下了一些 深刻的记忆跟火花 还有一些历史的痕迹 瑞君来跟我们说说 过去在1950年代 我们高雄人跟美军之间 有没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 其实大家现在去七弦三路 还可以感觉到七弦三路 非常的宽吗 对 对 那其实是后来拓宽的 那在拓宽之前 其实那边是用能力三轮车 来作为交通主要的工具 就是骑径的那些三轮车 对 现在就仅剩骑径 还有用能力来就是 踩踏的这个三轮车 那过去其实车夫 他们会等到他们上岸之后 然后就会问他们说 哎 有没有想要去哪里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美军 他们会把钱给车夫之后 然后自己来踩这个三轮车 然后让车夫还有拔女在上面 然后他们同袍之间会做一个竞赛 所以当时在七弦三路上 会觉得有非常有趣的画面 就有很多三轮车在飙车 对 因为他们在国外 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大的地 然后去骑三轮车 所以他们就是来到高雄 会觉得非常有趣 对 而且他们大部分时间也在海上 对 所以他们就是下来的话一定会体验一下 这些美军 所以他们其实台湾或者是高雄 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居住地了 对不对 不能算是居住地 因为他们大概来休假 可能四天就要回去了 对 所以真的是一个观光旅游的状态 而且他们因为要返回战场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把钱花完才愿意上船 哇 那对高雄来说我们就是拼命赚钱 是 所以他们当时有很多的委托行 然后或是换汇的地方 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带很多的拨来品到高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绝江 还是有很多江过去的店存在 对 所以绝江 就严城区的这个绝江商场 也是那个时候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吗 是 這個绝江其实我们是叫旧绝江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的是新绝江 那其实过去最蓬勃发展的就是在我们七弦路的这边的这个绝江 它到现在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外国进口的打火机啊 然后或者是烟斗这些等等的东西 是 还算是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拨来品的小地方 可以 而且那边的衣服啊 或者是都旗袍等等都是量身定做非常的贵 然后曾经我们学生有访谈到一家 他们的正店之宝 那一件衣服大概上万块 非常的高贵 这些衣服是要卖给美军的吗 没有 这些衣服其实是当地可能就是 我们酒吧会有酒吧的巴女 那他们可能会来这里设计他们的发型 然后制作他们的衣服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 以前在日治时期在这边已经居住已久的这些贵妇 他们也都会来这边选他们的衣服 那他们也会去金孔雀 尼龙店他们选他们要的布 然后再请裁缝师帮他们订做衣服 金孔雀尼龙店是一间很有名的店吗 这一厂它其实是以前非常的贵的一个布店 那它有最高级的一个 比如说像蕾丝啊或尼龙 然后它就是在我们旗舰路的国际商场的旁边 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大家去都还可以 然后像我同事他的结婚的旗袍 就特别去那边订做 那他们旗袍上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去不同店挑选的 例如扣子 然后缎带 蕾丝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店 好酷喔 就是有固定的客人会去买布 固定的客人是比较长辈吗 对像比如说严城过去比较像贵妇级的 对他们可能都现在都还习惯会去订做衣服 现在会做起跑的店家其实不多 但是大家也都大概知道 如果你想要订做起跑 就要往严城区那个地方去找 是 这次像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孙小雅 他也有参与我们的这个严城街区的导览 那其中一致老师他有带他去一家 就是做起跑的店 他非常的喜欢 对那个外国人一定很喜欢 因为是很台湾风格的东西 对 是我们刚刚其实还有聊到说 这些店家里面呢 还有我刚刚跟瑞军聊 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三郎餐包 也是在这一波蓬勃发展中的一个产物 对其实现在大家知道 那个三郎面包厂 他其实是以爆浆餐包为主 对但是其实他过去是在做软发 然后提供给新国际西餐厅 他算是一个协力厂商 是一条龙的一部分 对他是因为那当时的新国际生意非常的好 那他们自己的澳洲制品铺已经做不来了 所以他们就请三郎面包厂帮他们制作 那他们的软发其实切片之后 会涂到他们以前的那个奶油或者是果酱 然后他们后期像六合路的那些牛排馆 就是陆续开张之后才会跟他们订向餐包 那餐包以前是没有涂任何馅料在里面的 他们就是原始的餐包 然后再涂奶油 那后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极限的过程 是因为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成本太高了 客人每次涂都涂很多奶油太贵 所以才请他们想说可不可以把馅料挤好在里面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第二代的老板就从美国进口一台几线机 然后到现在都还在用已经三十几年了 那当时他说一台大概十几万是可以买房子这样子的价钱 跟移动房子一样贵的几线机 那很早之前就有那个成本控制的观念 对那时候老板他到现在还是说就是他们当时其实真的是杂重本 这样子相关的烤箱鸡台买下了大概两百万 难怪三郎餐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大家就是口耳相传的店家 他用的材料跟机器都是当年非常好的 对而且现在的师傅也是第二代的老板娘 他持续每天在制作新鲜的面包 是对但他现在也是盐城区的老店之一 没错 就是大家必买的店之一 我这个周末过去排队排队人潮非常的多 他的假日一定都要排队你要平日去买 对欢迎大家平日也来高雄走走 是 好那在过去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美军这边 就是刚好在1950年代这一个阶段呢 来带动了很多很多关于盐城的发展 我们的拆船业跟这一段也有关系吗 是其实我们后期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拆船业蓬勃发展嘛 对那其实拆船业除了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些五金以外 其实他船上的这些设备才是大家常名比较会碰到的东西 例如我绿洲西餐厅的老板他有跟我们分享 他们家二楼的流理台 就是厨房的流理台是船上拆下来的 这么酷 而且他是很白铁那种就是很实用的 所以他就说当时是非常多的人的家里都有 比如说马克杯啊或者是这些的器材 都是当时拆船业然后流出来的 就是拆船的业者把这些拆一拆之后 然后有一些专业的器具可能是给船舶业买走了 但是这些家用品民生物资 就卖给建里或者是常名的东西 哇 现在应该买不到了对不对 对现在应该比较 有办法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有去到这些店的话 可以跟老板就是做分享 是是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绿洲西餐厅 他也是因为好像这几年也准备要退休了 对不对 对因为老板他其实是跟新国际西餐厅 他们有关系的 对现在的第三代就是新国际西餐厅 他们跟绿洲是堂哥跟堂弟的关系 对其实这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绿洲西餐厅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招牌布丁 是 那他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说该是时候可以退休了 对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也有邀请到他们 特别帮我们定制布丁 所以在这个展览里吃得到布丁 可能要特别跟老板定制 对因为我们就是老板现在等于已经退休了 就是说我们藉由这次的展览 希望他可以再把他的招牌布丁重出江湖 是哇这也是 哦对也布丁也是一个西式的餐点 所以也是在这一波1950年代这个台美接触的东西 对 哇这真的好 现在才知道原来高雄很多这些古老的指标型的餐厅 原来源头都是来自于美军的这一段故事 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用杜伦 然后带大家走 往回走到这个1950年代 据说那个时候的美军 跟台湾当地的高雄人 其实也有蛮多生活上面的互动的 对其实大家知道 大概那个时候 棒球其实是还没有这么的蓬勃发展 那台湾人也比较穷 没有办法有这些很好的球具 所以当时在海上的这些海军 其实有很多都是棒球的好手 那他们到高雄港停靠之后呢 就会邀请台湾人一起打友谊赛 那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些可乐或是香烟 当时比较昂贵的礼物 那所以他们在 基于我们之前的就是访谈当中 他们会提到 他们打完之后 其实他们就是其实难分难舍 那台湾人其实没有在很好的装备的情况下 他们也是可以打赢他们 但是他们最后都会故意输给美国人 那因为他们说让美国人开心 就会送他们礼物 就可以拿到可乐跟香烟 对 所以他们就是之间会有很好的友谊互动 对就是当时在那时候 把棒球保龄球或是篮球传进来 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你刚刚提到访谈 那你们这一次的这一些展览的访谈对象 是找了哪一些对象来做访谈 像石的部分我们就找到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老店家 然后衣服的话我们是之前有去找尼龙 金孔雀尼龙 是 然后住的话我们有找到现在在开平礼的 礼民办公室的礼长 因为现在那边还保留了过去的 美军顾问团的宿舍 哇 这个宿舍据说在一个高雄人很常经过 但都不知道的地方 是他在民族路 乔根巴德路的那一块 空地吗 空地 然后那边其实是有一个 算是近百年的老术 他已经就是被登记为 就是不可以被砍掉的术 对 所以那个大家还可以去 一睹他最后的风貌 哦 好 所以这边原来有一个 这是美军高官的宿舍吗 对 其实当时美军有分两种 一种是顾问团 就是把技术 相关的技术来教台湾人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度假的海军 所以这个顾问团 他们在台湾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住所 对 那就是在那一块地 他们有一个就是算是很神秘的一个围墙 包围着有好几栋的一个平房 那这个平房其实是有烟囱 还有壁炉 是很美式的住宅 对很美式的一个住宅 对 到现在也是很神秘啊 你没有讲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那个空地里面有一栋这样子的建筑物 对他现在仅剩一栋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的话 要赶快把它留存下来 好的大家如果你有经过民族路跟巴德路附近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这个传说中的这一栋宿舍 那么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过去 听起来好像是一些历史的故事 但是这些店家有很多不少的店家 现在是在沿城区都还持续开业中的 对 是然后走进店里其实都还维持着 他们都很努力维持着当年的样子 没错大家可以进去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跟老板他们聊一聊 会得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老板们应该都很好聊 老板就是那个活生生的历史教材 是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找到这一些店家呢 虽然我们今天前面的主题讲的是有一点 复古怀旧风格 但是我们现在用高科技的方式 带大家找到这个地图 我们有一个叫做记忆高雄的网站 对吗 这是佩萱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这次是记忆高雄网站是由我美香副教授 就是美香老师他主持的计划下的一个网站 那大家只要搜寻记忆高雄就可以找到他 那他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学生的课程的成果 那像是我们现在有社会调查 那社会调查是社会系的学年课 有点类似我们的毕业专题 然后学长姐往年都有很多的成果 然后有放在网站上 是 然后我们这一次不仅 因为以前有做过像奇经啊 严陈啊 然后呢 这一次还打算要做美农 因为我们有一堂叫永续成乡的课 所以会再新增美农地区 是 所以在这个网站上面都 他可以带你 你只要进入这个网站 用你的手机进入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边用你的手机 边在现场找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店家 是的 因为我们的网站上面有两个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景点 你可以看到这些店家 还有一些街景的部分 是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还有路线的功能 就是我们会把这些景点啊 店家串成一个路线 那搭配不同的主题跟地区 那就可以有一个60分钟90分钟 然后可以逛这些店家 60分钟90分钟 有包含坐在那边吃吗 不包含吧 应该如果说只是外带的话 可能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坐在西餐厅里面是可能就 你就要再抓更长一点的时间 对 是好 所以在这个网站里面 如果你也可以在家里 你先用这个网站去规划你的行程 是然后你也可以在现场 你就边走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面 有一些地图跟导航的功能 你可以找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几间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店 包含三浪餐包啊 然后新国际其餐厅对高雄人来说都是地标型的地点 但是可能对比较年轻的高雄人来说需要导航一下 没错 是 佩萱那么年轻你来做了这个1950年代的这个社会调查 你有没有从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认识了这么久以前的高雄 因为可能像以我的年纪的话 对于这一块可能连我的父母都不是这个年代的人 那我觉得可以学到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特别是过去的文化 特别像我们很多学生其实是外地人 那我自己就是从新竹来的 然后在这边可以学到这些部分 然后认识这些店家之后 我们平常跟朋友啊 或是有男朋友的话也可以一起去吃 是 对 然后可以认识老板有时候可以有些特别的 像是刚刚瑞君就说 那个绿洲西餐厅布丁要定才吃得到 没错 有时候可能要那个就是请梅香老师出动 是 靠关机才吃得到的布丁 没错 但三郎餐包就是去排队啦 没错 排队你就买得到 这些配萱都有吃到吗 有 然后我有带一些外籍医生的同学 一起去逛这些店家 然后介绍这些店家历史 然后可以增进感情 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而且他们也就认识高雄过去的历史了 对这个也很棒 我觉得大家现在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带着小孩 现在爸爸妈妈都不一定知道高雄这一段历史 没错 所以我们有免费的导览 大家可以欢迎来报名参加 对这个我们现在刚刚讲的这一些呢 其实都有浓缩在这个特展里面对不对 对 现场也看得到过去的这些摆设吗 我们现场的话是有设置比较复古的一些风格 那我们其实有借到一些相关的展品 像我们南一大有借展 我们当时美国在台协会捐赠给他们的胶卷录影带 这些到现在都还可以制作成BBD 然后来播放 是非常珍贵的 好 这个特展在哪里呢 特展现在在大港昌的昌久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设计节的主餐馆的旁边 大家如果走到大港桥的话 很快就可以找到 对你要从博二跨越大港桥就会到苍久 就是苍久库这里 对 对然后说你们的特展呢 就在苍久库里面 然后为期一个月到10月23号 嗯好 所以刚刚有说有一些导览的场次也有安排 对不对 是我们这次因为是台美的合作嘛 所以我们会有两场的英文导览跟一场的中文 那分别是在10月1号15号跟22号 然后我们闭展的那一天 10月23有一个爵士的黑胶点唱机的活动 那我们会邀请林俊志的老板 他来介绍一些黑胶的音乐 然后以及播放给大家听 那这些资讯的话 上我们高雄学城市共识馆的FB粉丝专业 就可以找到了 好 对这是一个最近那个台美议题非常的热门 对 而且最近非常多的高官来到台湾 对对对 难怪我就想说你们这应该是意外的收获吧 是没错 其实我们也是很困惑说 为什么他们致辞的时候要想说 接下来的高雄很美国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看到新闻就 哦原来是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对很多高雄人 就是这几次早就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一些 其实最早的来源 原来是从美军开始的 对已经大家太习以为常了 是对所以大家现在可以那个追本溯源一下知道 而且其实是有很多台湾人跟美国人之间的互动 是特别是因为比如说香蕉蛋糕 其实是因为台湾特产香蕉 然后把它加到蛋糕里面 然后所以才会有香蕉蛋糕 所以其实美国没有香蕉蛋糕 哦然后像比如说波士顿派 是台湾人会觉得什么叫做派 派去的东西为什么要吃它 是然后之后大家为了慢慢让大家接受 他们才加入了比如说我们爱吃的红豆跟芋头口味 哦所以其实美国是没有这两个口味的 对啊因为这些很台耶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互动下的产物 哦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 这是留下大家一个互动之下的果实这样子 是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这个展览看一看 然后你就知道原来今天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 呃这些垂首可得的东西 其实都来自于当年1950年代的这个故事 对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 在明月蛋糕也都会去找百乐 对啊 是然后我当时在展厅的时候都会听到很多 就是爸爸妈妈跟小孩子介绍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是是是对也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介绍到 你都可以去吃吃看 是都是有别有一番风味的这些特色餐厅 今天非常谢谢瑞君还有佩萱 谢谢你们来跟我们介绍这一段精彩的故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